位於板心水廠上游的大漢溪左岸自行車步道 是許多愛好自行車、運動車友最喜歡的車道之一 因為沿途可以欣賞到淵山豔的美麗景色 但臨近二甲里長零水土、二橋里長零湘民 及附近的居民都希望能夠將長達一公里的灰色檔土牆 透過彩繪的方式進行美化 既可以增加話題 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民眾到此來遊玩 我看到一些董頭像做起來 原來很漂亮 所以說這個腳踏車步道還在旁邊 這組如果來做一個彩繪工程 來讓大家腳踏車的人 按這禮拜、按這格 感覺有些很新鮮感 還有一些結合地方的特色 像陶寶館、陶瓷老街 我們英格是個陶瓷種地 來做一些結合陶瓷的名產 來逢到這裡的感覺 這英格還是陶瓷之陣 因為這裡是我們新北市跟陶瓷市的交界地方 我們的淵山宴又是石門水庫下游第19公里處一個藍沙坡 這裡的風景是真的非常漂亮 我們這裡的腳踏車步道是屬於我們大漢溪的主案 這裡的景色真的是很宜人 假日都很多的腳踏車隊跟小朋友來這裡散步 又發現這裡有就是我們所謂擋土牆 希望說來做一個社區營造跟社區美化的工作 新北市議員洪家軍特別邀請水利局、高灘處、文化局的人員進行會刊 希望能夠像二重書宏道、華中橋下公園等 為自行車道打造不同的視覺空間 吸引民眾前來更能夠成為打卡新亮點 英哥區的自行車道 它整個環境是非常非常舒適的一個環境 我們也看到說在家軍後方這邊 它整個的一個 我說就是整個後來我們都希望能夠進行所謂的一個彩繪 或者說是英哥的陶瓷的馬賽克平田 但現在是大家的一個初步的一個想法 我相信更多的在地的人士參與 不論藝術家或民眾都可以讓地方變得更好 而且也會讓大家的一個創意 可以融入當地的一個公共空間 民國103年起 高灘地就曾在於華中橋進行3D立體彩繪 後來還規劃全國唯一河濱自行車道恐龍主題園區 也的確吸引許多民眾前往欣賞 現在二甲里長林水土及二橋里長林鄉民 也希望為這條美麗的自行車道 爭取彩繪擋土牆的工程 結合在地陶瓷元素及彩繪 來展現不同的風情與面貌 數位天空新聞英哥報導 北京主任